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跟双北市政府 下午都会进行防疫记者会 许多观看北市记者会的观众认为 台北市的记者会说明比较实际 事情都直指问题的核心 比中央超前部署一年多来得好 不像指挥中心只是讲冷冰冰的数据 我们只是透过这个平台 把台北市的现况告诉大家 也跟大家讲说我们的政策要怎么做 明白讲是按大家的心 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医疗专业 所以讲的比较实在比较直接 我也觉得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 台北的策略关怀 给其他县市也是很有参考的作用 大家参考看看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跟双北市政府 下午都会进行防疫记者会 北市与指挥中心直播观看的人数几乎相当 许多观看北市记者会的观众认为 台北市的记者会说明比较实际 事情都直指问题的核心 比中央超前部署一年多来得好 不像指挥中心只是讲冷冰冰的数据 但也有另一种声音 认为台北市在抢话语权 请问市长怎么看 我们只是透过这个平台 把台北市的现况告诉大家 也跟大家讲说我们的政策要怎么做 我想这个主要目的是 其实明白讲是按大家的心 因为公开透明 大家知道说政府要怎么做 外面很诚实 我们到底遇到什么问题 也跟大家讲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 公开透明 大家知道要怎么做 心里面有个底 那整个市民的这种社会的运作比较正常 这是我的态度 所以 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医疗专业 所以讲的比较实在比较直接 所以我们的目的只是 把一个现况 跟我们要做的事情 告诉市民朋友 还有点是这样 我也觉得台北还是因为 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 所以我觉得台北的策略方法 给其他县市也是很有参考的作用 可以给大家参考看看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